上线63天 累计播放量突破50亿 热搜不断霸榜 话题持续发酵 节目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减反增 放在当下内于综艺市场 P歌3就是独一档的存在 尽管外界唱衰生此起彼伏 但P歌3还是捍卫了芒果综艺的霸主地位 节目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芒果平台强大的制作能力做支撑外 32位宝藏哥哥功不可没 他们在节目中不仅贡献了精彩的公演舞台 也展现了30家男艺人的独特个性魅力 应实力与综艺感兼备 节目自然不缺少看点 四次公演舞台过后 包括郑家影 许少阳 徐良 蓝正龙 品贯 苏小丁 魏寻 胡斌在内的八位哥哥被淘汰出局 剩余的24位哥哥继续下一赛段的比赛 P歌3武功赛事升级 24位哥哥组成全新的四大同盟 罗杰夫部落和董宝石部落彻底被打散 陈楚生 王耀庆 胡彦斌 林志颖担任阵营的队长 四大阵营在过去的四次公演舞台 共完成33个舞台团秀 火力值平均分为828 第五次公演将以828火力值 乘以8个舞台的总火力值6624作为目标 若8个舞台的表演总分突破6624个火力值 则全员安全 若未达到目标 个人喜爱度排名最低的一位哥哥将被淘汰出局 P歌3武功为阵营冲刺战 四大阵营带来8个舞台秀 分两轮出战 挑战火力值目标 劲儿争夺第三代滚烫家族优先席位 A轮挑战的火力值目标为 四次公演 TALK秀成绩的平均分870火力值 超越分数线的阵营 获得一个滚烫家族优先席位 B轮挑战难度升级 挑战火力值目标为 四次公演 TALK秀成绩的最高值890火力值 超越分数线的阵营 获得一个滚烫家族优先席位 值得欣喜的是 P歌3武功为伦的挑战结果皆大欢喜 四大阵营的火力值全都超过870 都提前解锁了一个滚烫家族优先席位 从观众的反馈来看 四个舞台参差不齐 虽然主题是美好生活 但是呈现的内容偏悲情 忧郁 动物世界惊艳全场 像一出电影一样感人 王月鑫成了舞台上的发光体 侥幸者则被魔改得面目全非 飘扬过海来看你 唱和跳割裂感严重 博远和关志斌两人彻底沦为伴舞 侥幸者魔改太严重 A轮挑战中 林志颖阵营率先出场 信 阿仆 瘦子三位身高和声音都非常高的哥哥合体 带来刘思涵的歌曲《侥幸者》 最终火力值超过870 为林志颖阵营率先拿下一个家族优先席位 《侥幸者》是一首很出圈 很讨喜的歌曲 结果遭到了魔改 被改得面目全非 信从天而降 像一个恶魔一样不停嘶吼 阿仆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失眠状态 像急了烤羊肉串 让人有一种置身恐怖密室的错觉 整个舞台设计过于超前 一般人很难Gate到创意的独特之处 虽然是大中午观看节目 但还是觉得阴风阵阵 这个舞台最出彩的是瘦子 RAP部分很好地撑起了作品 《飘洋过海来看你》 割裂感明显 胡彦斌 陆毅 关志斌 博远四人代表胡彦斌阵营出战 他们演唱的是娃娃的热门歌曲 《飘洋过海来看你》 火力值同样超过870 这首歌曲原曲比较经典 胡彦斌在编曲上也没有做过多的改编 但是他选择挑战舞蹈 加入现代舞表演部分 胡彦斌 陆毅负责唱 博远 关志斌负责跳 这个想法是美好的 但也成了一大败笔 陆毅的演唱清澈抓耳 每一次公演都有意外的惊喜 博远和关志斌两人很卖力气 但现代舞功力明显不够深 动作看起来有些别扭 加上镜头特写都不愿意给他们 最后呈现出来的感觉就像伴舞一样 整个舞台唱和跳割裂感非常明显 运镜严重拖后腿 该切近景的时候不给切近景 破坏了舞台的和谐统一 《动物世界》唱演经验全场 陈楚生 王月鑫 蔡国庆 罗杰夫四人出战 演唱的是薛之谦的歌曲《动物世界》 他们也不负众望 火力值超过870 同样为团队拿下一个宝贵的滚烫家族优先席位 《动物世界》可以说是无数舞台的续集 一个诚意满满的舞台 电影级别的画面 故事细节满分 甚至每一帧都经得起推敲 四位哥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 唱贺眼浑然天成 让人看完之后全身起鸡皮疙瘩 蔡国庆 陈楚生继续稳稳发挥 声音和表演代入感都很强 每一次细节处理都很到位 罗杰夫也在正确的位置和角色里发光 大家共同完成了一个绝美的舞台大秀 这也是上半场最让人惊艳和震撼的一个舞台 最让人惊喜的是王月鑫 他依旧开口脆 磁性的嗓音满满的故事感 给整个表演奠定了很好的基调 王月鑫的演技同样惊艳 眼神里全都是戏 落泪的一幕让人瞬间沦陷 天生破碎感让人格外心疼 他的才华和能力也终于被看到了 成为这一次公演最闪耀的一颗星 毅然一爆炸表演和歌词不匹配 王耀庆阵营派出张远 马小龙 何展成 魏哲明四人来应战 他们带来的是成立的歌曲《毅然一爆炸》 全员唱跳实力在线 也拿到了超过870个火力值的成绩 《毅然一爆炸》是一个唱 跳 演结合得恰到好处的舞台 起舞的部分很然很带感 张远是四个人里唱得最好的一个 对比其他三人非常明显 何展成虽然表现的空间有限 但最后短短的舞蹈部分让人印象深刻 整个舞台最大的问题是 表演和歌词的意境不搭配 有种强行加细的感觉 歌劣感同样非常明显 不知不觉 批歌三都迎来了第五次公演 这也意味着节目走到了尾声 而哥哥们之间也终于要决出胜负 回顾这一季的比拼 激烈程度不一般 但种子选手却挺多 比如陈楚生 过期的总冠军 如今又凭借选秀脱颖而出 果然实力在 江山在 当然 除了个人喜爱度遥遥领先 陈楚生的商业价值也大大提升 从默默无闻到商务广告一条接着一条 老粉估计要哭晕了 真不容易 还有靠着绝对的唱功稳坐前五位置的胡彦斌 真的是来披荆斩棘 挑战自我的陆毅和林志颖 这些哥哥都是争夺C位的重要人选 但有时候实力再强 可能也敌不过人家资源强 这部 批歌三节目里就有三个资源最强赢家 一边稳进总决赛 一边狂揽商务广告 第一位 装出新高度的王耀庆 其实王耀庆来参加节目前 口碑不错 还被誉为国民舅舅 但人气在书圈里算是末尾的存在 而这一次在综艺批歌三里 他也是真祸地出去了 什么行为博眼球 有争议 那他就做什么行为 明知道观众对208没法共情 他公然喊话演员是不允许生病的 明知道与陈楚生合作能共赢 非要找魏哲明去抱团 说到底 还是怕对方抢走了自己的风头 明知道节目上要注意谨言慎行 他还是会骑在何展成脖子上挂灯笼 装出大老哥的模样 其实对比前两季的陈小春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论唱功 表演 还是论颜值 性格 王耀庆都不足以吸引观众目光 但架不住他会搞事情 这流量不就来了 虽然路人员暴跌 但王耀庆个人喜爱度 还是能在前三名徘徊 而且看看他的商务代言 全是国民度颇高的品牌 虽然在所有哥哥中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进入决赛是肯定的 不过 如果以王耀庆的实力 都能拿下C位 那么节目的口碑 估计会再创新低了 而且身为演员的他 路人员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 最新一期的节目里 王耀庆看着随和多了 或许也是自己意识到 要爱戏羽毛 否则节目散场 他还有什么 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吗 他也算是给所有 想来参加节目的哥哥 提了个醒 别过分消耗口碑 第二位 心机boy张远 提起张远 以前也是路人员爆棚 还有不少人都可惜他怀才不遇 没能走红 而这次参加P哥三后 风评要变了 仔细想想 张远能二次翻红 全靠跟0713抱团 只要兄弟们联手 总能搏一搏有情分 但他的野心太大了 跟以前的铁憨憨人设根本不符 而且放弃陈楚生等兄弟 转头去找王耀庆抱大腿这件事 也无疑是含了不少老粉的心 不过 抱大腿可耻 但是却很有用 这部 张远的商务广告 也是肉眼可见的增多 各种商演 音乐节 演唱会 也都安排上了 能让他这么一个小壶咖 赚得盆满钵满 好像也不亏 但这种情况细思极恐的 毕竟在节目上努力往前冲 这没毛病 可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那人气在靠前又有什么用 更重要的是 离开节目后 张远要是还想跟兄弟们走有情向的路线 可能观众都不愿意买账了 因为大家亲眼看见了 他是如何在陈楚生和王月新中间 按戳戳挑事情的 本来没多大的问题 让他阴阳怪气两句 顿时氛围紧张起来 也不知道是来劝架 还是来拱火的 节目播出后 张远的表现连带着0713都被贴上塑料兄弟请的标签 没想到张远还有男绿茶的钳制 但以他个人喜爱度第一位的成绩来看 挺进总决赛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甚至还有冲冠的可能 有网友直言 或许最大的隐皇是他呀 第三位 迷之自信的马伯迁 凭借偷偷藏不住让口碑好转一些的马伯迁 来到这一季的皮革三 想必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热度 而且以他的背景 在节目里躺平倒也不难 只是前期风头出尽的马伯迁 却没能获得大众的认可 原因无他 没什么本事 还迷之自信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自信满满的跟陈楚生PK 结果以惨败收场 丢人丢到家了 其实他大可以找人代替自己出战 没那个金刚钻就别懒瓷气火呗 不听 就是自信 看的人又气又想笑 但节目组倒是心狠 由于太早消耗掉了口碑 屡次冲进个人喜爱度榜单前列的成绩 也遭到观众质疑 如果继续让他抢劲 这就很难给观众一个交代了 所以 从这两期的节目能看到 马伯迁的镜头明显减少 虽然还是会偶尔露出一个装差的表情 但整个人情绪很低沉 想必也是看到了网上的评论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男人最好的医美 就是不自信 但粉丝倒也不必太过担心 即便是路人员越来越差 但马伯迁的资源 从来都没差过 新戏 开机了 代言 接到了 商演 唱过了 果然资源才是在圈内发展的王道啊 说实话 皮革三远没有上两季那么精彩 主要是因为这一季的哥哥们 差距不是很大 好像没有具备出全魅力的哥哥 要说唯一能看的 也只有陈楚生了 但跳舞一般的他 也存在短版 不过 节目的表现是一个方面 节目背后隐藏的利益 又是另一个方面 要论资源咖的代表 那空有其名 实力一般的张远 王耀庆和马伯迁 我想应该能榜上有名 而他们的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 只顾着利益 抛弃了节目观感 用一些招人烦的行为博眼球 像这种得来的红利 其实持续不了多久 毕竟观众才是明星的衣食父母